來吧 我笨的,我連連看別人 做我的肉,你也要 你坐下吧 七窩 又有甚麼事 走, 喝醉, 走 桂公, 誰是桂公, 你... 你瘋了嗎 你是桂公 我是桂公, 你不是龜婆也蠢蛋 爹地, 那我是桂蛋, 我不敢 你不是桂蛋, 你不是桂蛋 你剛剛做花蛋 我也沒做過花蛋 你還沒做過, 真蠢, 你做梅香 我娶你因為你安分守己 不過今晚這樣, 甚麼事就交給丟青 蘇菲, 你吃了糞了, 嘔吐得這麼醜 妹妹, 大肚林心都在, 叫阿金出來 阿金, 阿金 紫浩, 舅公在這兒幹甚麼 吞了筷子, 倒杯茶出來 我倒杯茶 阿金, 你死定了 快點, 早上了 她平時不喝酒, 為甚麼喝得這麼醜 她心情很頑皮 不知道, 剛才看到她已經醉到這樣 她還說... 她還說甚麼 她說你... 不要, 先喝茶, 來 為甚麼說吞吞吐吐 是不是我像人妖, 她說了一次一次 是呀, 她說她自己是人妖 她自己是, 是不是 小子 蘇菲, 越看你越醜樣 幸好我不像你, 我生得這麼漂亮 阿金, 請她進去吧 玉帥 少爺, 進房間 她就有了, 讓她進房間 隨便讓她來, 整晚都沒得睡 我明天還要去印尼 你明天出發嗎 印尼大火 我看看燕窩山燒得怎麼樣 小豪也要去的, 你看著墓頭 我多睡一會兒再睡一會兒 我不要再亂盡了 喝醉酒去喝二十四 也不是的 開港也有說走後吐真言嘛 阿楠, 媽, 不好意思 這麼晚吵醒你, 阿楠呢? 阿楠在洗澡 那你叫她洗澡打給我 你知不知道現在你個好弟弟 每晚都拍拖 拍拖回來又煮電話粥 剛剛才進去洗澡 她很久還沒出來 怎麼樣?有話可不可以跟難得媽媽說 她明天還要乘飛機去杭州做事 她這麼忙嗎? 我不是很緊要的 說你還沒有頭緒 要是我明天才跟她說 她明天幾點鐘聊天 她大約十點鐘到我出機場了 那你早點睡吧, 拜拜 那你也早點休息 還有, 你注意一下傷口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李子豪 你兒子踢我 想怎麼樣? 疼我 你聽聽 我是你皇帝老婆 這個是你皇帝兒子 阿姨, 我不可以沒了你的嘛 用不著說 你幹甚麼?這麼晚都不睡 沒有, 我倆床腰新換吧 有點不自在 是 讓我以為你明天要跟爸爸去印尼 然後那些事做得不好 會不會沒有身家分籤 不過這樣, 你不用怕了 爸爸當我是皇帝女兒 我的身家給你買燕窩吃 吃死你了 快點睡吧 爸爸特地送這張床肉給我們的 總是高床軟枕, 你就睡不著 是不是要爸爸送這張床肉給你睡街 你才習慣呢 廢師跟我說 爸爸, 你相信我 是阿菲親娘跟我說的 說甚麼不是你親生的 你娘娘已經戴了幾十年了 菲發完酒瘋, 到你發雞瘋了 無證無句亂說話 但我沒那麼主要的事 是我英靈神母的拿督做的嗎 拿督呀, 冤枉呀 我是三精九烈的 我知道 大哥, 你是肚子餓 你很討厭我 一刻都是你, 搞屁股 回來搞到家床屋閉 以後無證無句 說得在那十隻之外 喂? 阿萊, 你現在在哪兒 我在家 回了家?你這個謊話王 你又說送完拿督媽媽 回家就馬上打給我 讓我這麼擔心 晚上等你電話 對不起, 我忘了 忘了打也行 算了, 見你道了 你現在的路在想甚麼呢 在想公司的文件 還是在想曲詞 我最近看你經常這麼緊張 我買一張CD送給你 讓你可以鬆弛一下 你真是好了, 阿琴 哪是呢? 如果你真的想不到曲詞 你不要逼自己想 你早點休息嘛 你知道你不夠精神的話 大哥會便秘的 我一定會清醒的了 你早點睡吧 明天吃早餐再談吧 再見 再見 你怎麼會說得這麼全神呢 你又以為阿琳之後 你不單純成熟了 你還幽默了很多 好笑嗎? 是呀, 拜託你不要吃這麼多大頭菜 勇猫說吃大頭菜多, 會發夢的 你真是不相信我說真的 怎麼相信才行 你以為家庭拍戲嗎 一騙, 騙了十幾二十年 你這個拿刀的爸爸不是蠢人 他有槍的嘛, 他說號令天下 非這個這麼簡單的女人 哪能騙他才行 那個我也很明白 當初那個那個 在欺負我和蓉媽媽的時候 我沒看見她睡覺起來 發現自己不是姓龜 還要拿著她睡街 我這樣想很壞 你真是想得很簡單 簡單點好嘛 那甚麼, 你原愛蠢嗎 不是, 女孩子簡單點好 一件複雜的就留給男孩子 快點吃, 我還要送男妓 行呀 阿南, 杭州上面很冷的 拿一件外套上去穿吧 不用了, 我已經拿了很多衣服 我還穿了一整晚 你親手積嗎?那個什麼都不拿 我一定要拿一件衣服 別這麼傻 溫暖牌, 穿了嗎?從心裡暖到出來 我發現你越來越口甜蝕滑 你當然了, 越來越長氣 你看, 阿南和阿敏兩個越來越合 連衣服的顏色都搭得絕 你看, 阿南越來越開心 對呀, 搭呀 跟這裡一躺就搭呀 崇嵐上, 甚麼這麼厲害 爹地, 我送個泡皮給你, 煎腳 好 阿東, 印尼那邊的空氣很污染 我買了一些口罩給你 你記住要戴出去 是 你笨笨笨, 蘇菲 戴口罩你以為窩窩嗎? 爹地, 我不同了 早就幫你們想好了 過去買十個八個氧氣桶 窮人說戴口罩 有錢, 甚麼新鮮的空氣買不到 厲害 不用說了, 我是你的女兒 哥哥, 你是不是有事了 我忘了, 你有事跟我說, 是不是 我去那邊坐坐 不好意思 神神秘秘的幹甚麼 昨天吃飽飯沒有肚子餓 你怎麼在這兒呢, 伯父 我現在在, 我無處不在 兩個想暗一點暗一點謀我身家 不是呀, 為你好 為我好就替我照顧這間公司 還有, 不要嚇我妹妹 阿娜 阿娜, 阿娜, 夠了 阿娜, 差不多了 好呀, 給我拿酒吧 我幫…我幫你 好呀 你看你們三個爺爺 一站在一起就雞胎不斷了 當然呀 你呀, 昨晚喝醉酒 那雞胎不斷了, 亂說二十四 阿娜, 我走了 阿哥, 你有空上去看看 有甚麼事就打個電話給我 行了 阿娜, 你有這麼多東西要拿 不如戴上衣服吧 阿娜, 待會兒手忙腳亂 賣了一袋東西也不知道 好呀 來, 阿娜, 阿娜 你小心點 你小心點 謝謝, 你自己也是 時間到了, 我走了 謝謝 阿娜, 我來行李, 阿娜 阿娜, 送完機了 是呀 我煮好糖水等你吃 好 阿娜, 阿娜, 這幾天阿娜不在香港 有甚麼事就打給我 傻瓜 傻瓜 如果我覺得無聊 我就會找善醫, 找好醫 他們逛逛逛逛逛逛 你能多點時間拍拖 你看你弟弟, 現在好得糖癡痘 那杯深暴茶我喝定了 欠了你一杯, 不知道甚麼時候可以喝 我也不知道 對了, 阿娜, 你回來香港也一段時間 那有甚麼打算呢?在公司做得怎麼樣 你也知道公司那些事不是我專長的 不過我見爸爸年紀大了 不好意思, 不幫他而已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作歌 我認識的朋友在電台做的新曲天地 是嗎? 是呀, 他叫我自己拿新歌給他播 歌我寫好了, 只差遲 如果行的話, 我可能會出唱片 到時候我開一間錄音室 給那些喜歡創作音樂的人 你真是有大志 對了, 那阿琴那方面又怎麼樣 我沒有跟他談過 不過我們經歷了這麼多事 我不會辜負他的 這句話在你拿刀的爸爸 事業低遲的時候也跟我說過 那又怎麼樣 在外面又是藏著女人 連女兒都生了 阿萊, 千萬不要學爸爸這件事 其實爸爸也很關心你 兩個人相似最重要是說個信字 信?我就是太相信他了 所以被他騙了幾十年 連女兒都生了 現在說起來, 心裡還要生氣 其實阿菲姨怎麼認識爸爸呢 我記得有一年是農曆年 你拿刀的爸爸和一群拿刀上去雲頂 想看看能不能搞個歌爾夫扣場 那時候我拖著一罵, 我就沒有跟他去 也不可能不讓他去 這個女人就是在雲頂登台的 她也不知道用甚麼手段 勾了你爸爸的雲魄去 我清楚記得那年是一九七零年 就是那時候有在美美 那我也不知道 聽你拿刀的爸爸說 他那時候的心境是逢長作慶的 怎料隔了幾個月 剛好在吉隆坡又碰到這個女人 他告訴你爸爸 跟他有了幾個月生氣 四個月, 但肚子就落這麼大 你爸爸見他, 肚子這麼大又沒人要 很可憐的, 那就收了他 我也不知道他哪句真, 哪句假 四個月好, 有甚麼可能挪這麼大的 你爸爸說謊很厲害 不然也不會騙我幾十年 說得厲害, 我覺得這個女人更厲害 一生就跟你爸爸生了一個女兒 而且這個女兒是不足月的 是七星女, 七個月出生的 七星女比較聰明 難怪你爸爸那麼疼她 我聽飛姨說她出生的時候 好像有十磅重 你說七星女也有十磅 當然是非同凡響 而且特別聰明 你爸爸就疼她了 了… 阿磅, 陪講媽媽買菜 對, 容媽說 為了你的天殘 communities形譽股形 煮點雞具湯給你喝 你問容姨 послед一道 использwater 要吃甚麼水果 我稍後你買回來給她 阿榮, 娘, 我問你 想喝甚麼水果 我吃東西就不想吃了 我想喝東西 喝甚麼? 想喝女世茶, 傻丫頭 算了, 你說甚麼事 對了, 你有甚麼話? 我說吧 那好吧, 回來再說, 再見 司機, 請你去垃圾堂那裡停 誰啊? 阿萊 你今晚不在家吃飯了 喝碗湯才出去 湯我已經熬了幾個小時了 謝謝 不用客氣, 大家是一家人 阿萊, 你幹甚麼? 你臉色好像不太好 小心身體, 作曲是重要的 身體也很重要的 我知道了 那好吧, 我也不妨礙你做事了 你快點換衣服出去拍拖吧 有事就留下明天才做 做完小事也很快 那我先出去 好, 到你這兒呢 阿萊 來, 你先把湯拿出來 對你的腳很好的 謝謝, 蓉兒 你又不早點上來 蓉兒也不知道多緊張 一大早煮好湯 還有湯在那裡等你 你又說沒事做這麼遲來的 我在想正經事嘛 在想一首歌 又說要拿到電台播放 你填好了沒有 沒有, 想到頭都說了 謝謝 萊哥, 你有沒有想過題材 寫關於青少年或環保的問題 對呀, 為甚麼你不去試做作曲呢 你這麼有天分 如果你做作曲的香港樂壇 也有夠了 你真是打擾我吧 好呀, 你有行吧 好意有行就是我有行 是... 打者愛也 打到出露台, 愛你愛到殺死你 給我, 給我 給我… 給我, 看看這張是吧 自摸爆炸 真是… 打擾狗 你是不是出千的? 你又說不會打的 我真的不會打的, 只是自摸壯材 康霸真是好東西 你們以為他周身多了 原來他章章也來的 對呀, 真是好東西 好東西 香港也有說朋友衰善杰 和你康伯打麻雀 真的我也聰明了很多 謝謝, 姐姐 當然了, 康伯是個高人 你像爸爸和公公一樣 康伯教識他們少許 他們現在出去宣戰 這麼久還沒回來 當然是九成冰白如山倒 你怎麼這麼說自己的爸爸和公公 快點叫他們回來吃飯 好… 福哥, 是不是叫人嗎 是… 順便叫大拿督夫人 她說是過來的 剛好照顧一團, 手走開桌 好… 好, 梅姐替你求籤 說你今年身邊有很多小人 不要再多碗閒事 也不要碰這個迷糊的東西 知道嗎? 妹頭打牌而已, 不是危險吧 你以為是笨豬跳嗎? 那你就是不聽梅姐的說 說甚麼梅姐?尷尬 是… 答案很簡單, 看看我手上的說甚麼 好 來年運濟指南 想不想知道明年是壞事嗎 明年是壞事嗎? 明年是壞事 你別知道 阿萊這些過門都是客人 看看他壞事明年是壞事 你壞事 阿萊明年是犯大歲 大歲不是太歲 不叫你不要踩到那些大歲的東西 你不要…多管閒事 不然有運濟… 我也不多管閒事 我寫歌還沒寫好 來, 看看還有甚麼事 給我看 福哥, 甚麼 本書是去年的, 有沒有看錯 是去年的嗎? 是去年的嗎? 是呀 看, 這些東西很害怕不靈, 壞的靈 就是告訴你, 今年運濟 好, 今年運濟 不用怕, 今年還有兩個月都要過 或者兩個月都過不了 好, 恭喜你 這些只是說笑而已 這些只是說笑而已 但是我那本呢?今年那本 是不是這本, 芳 不是… 這本是時裝雜誌 是Helen借回來的 封面這個男人 就是Helen的夥伴 很有型的 Helen不要喜歡他 我差點也喜歡他 不過她有老婆 給我看看, 怎麼很有型 這個不是賴健羅嗎? 是女人也覺得她有型 聽聞我們有Vivi 年輕的時候跟她拍過拖 是嗎?又不聽她有說 大家都一百年多了 陳年舊事, 現在個個都有家室 是呀 那倒是呀 是女人也有一段舊情 不過過去就沒人管 不過有些回憶 確實是令人很難忘的 Vivi說過我知道 這個男人很有錢趣 他在馬來西亞登台的時候 認識她 還說她很有錢的 有個帳交員 Vivi說最難忘的就是 在椰樹下 跟這個男人度過一個Christmas Eve 去找找找 好… 又會很早來拜神 我昨晚發夢夢見阿琴 穿了裙子準備行禮 我想一定是好事 所以我特地早點來求知 看我今年能不能做成外母 還用不著看 看阿琴和阿萊兩個紅光滿面 已經知道他們兩個紅聯聲動 來吧 來吧 娘, 娘 你連山都不走 又肯陪我們女人來拜神 你是不是想求求老年桃花運 我真是舊背心 不要讓我走桃花運 有桃花運 等年輕人走 今天早上阿浩上班的時候跟我說 順便跟我阿梅求知恩怨簽 那我明正言順 我要跟你們來白馬一份 小姐, 快點吧 現在好人, 遲些就很多人了 好… 阿嘉 我想我應該跟安仔大媽地 一人求一支籤吧 不如你跟他們寄一寄 求了第幾支籤吧 好 阿梅這一支是六十九 阿琴那支是九十六, 小姐 阿梅的是六十九 阿琴的九十六 阿梅的是六十九 阿琴的九十六 你哪位解釋 我呀, 花女問恩怨 阿琴的籤是六十九 好呀 是母媚娘入宮, 仙虎後田之長 那真是真漂亮 阿琴和阿來的確是仙虎後田的 那這個女孩子今年的恩怨怎麼樣 一開始是波折 但是波折過後 就在程度上很順利 到後來就像武則天一樣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那當然了 做到拿督心步了 名符記實, 富風滿雨 還有阿梅的支 阿梅的支是九十六 這張是李侯主汪國 不太刺激 甚麼汪國這麼大劑 那是不是亂一圓圓圓圓 問題呢 就是在那個女孩子另一半身上 那豈不是牧村 如果要這段情不散 那男子就不要多管閒事了 否則一定有血光志在 那來這段情就無疾而終了 幫牧村牛頸 用這個多管閒事 我看回去也要告訴阿梅 說一說牧村就行了 不是了, 不如我們現在 幫牧村作個福 讓菩薩保佑他平安吧 那倒是 雖然阿琴好 我想阿梅也好 進來吧 桂先生 坐 我這次約你來 是想你幫我查這個人 賴健郎?這個兒子葉巨子? 你想知道甚麼呢? 我想知道在二十七年前 他在大馬包括甚麼女明星 還有在當年的聖誕和新年期間 他跟哪個女人在一起 還有, 這個女人叫蘇菲 我想你幫我查一下 在二十七年前的大馬登台時 所有的資料 最重要的是 他有沒有懦個兒子或懦個兒子 別告訴他難查 我想這裡應該會幫你查的 黃沙拉桂先生 你想知道的消息 很快幫你查到的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阿嵐? 阿哥, 你怎麼樣? 我怎麼樣? 我問你怎麼樣才對 你打手電話找不到你 打到酒店說不通 不知道你去了哪裡? 不好意思 我的手電話不見了 阿哥, 現在我只是借我的電話 打給你 這兩天我一回到酒店 就是想跟阿嵐聊天 今天才記得打給你 對了 阿哥, 我給你聽聽 看你聽到甚麼聲音 甚麼聲音 知道這是甚麼嗎? 好像是拍子機的聲音 好, 大哥, 這樣也被你猜到 我現在在古董店裡 這個拍子機是我選擇的 是清朝時的拍來品 包你一定喜歡 算你了 除了阿嵐之外 還記得我這個大哥 對了, 哥 你哥哥在機場裡 說有話想跟我說 到底是甚麼事 對了, 還是不好了 等我稍後資料齊全 才跟你說吧 甚麼事這麼神秘 總之天璣不可洩漏 你別看你大哥的樣子 懵懵懵懵懵 其實我也面懵懵懵懵 我知道, 你平常工作 也是特地讓我, 是不是 對了, 哥 順便幫我問問未來嫂子 未來嫂子 未來嫂子? 我這麼多個, 你說誰 不就是你這麼豐富的那個 哥哥, 你交代兩千玉筋 看看今年可不可以 幫我哄未來嫂子回來 我不想爬你頭 你這個臭小子 我們小時候不是說明 一起結婚一起行婚禮嗎 你真是有義性沒人性 你等我 大家就這麼說 好 你怎麼弄得多大力 大力和阿琴還沒到 是啊, 阿琴剛才給我電話 說現在在觀塘做事 遲些才來 大力來了 大力 不好意思, 晚了 只有你一個? 阿琴不是跟你在一起嗎 我今天公司有兩批貨要送 我就跟他分開頭送 阿琴叫了我, 他說趕不及來 不用等他 謝謝 先生, 喝甚麼 一個凍檸檬茶, 麻煩你 我要凍咖啡 好 那個阿琴也是 又不是等著他的錢開飯 也不知道他這麼辛苦為甚麼 我勸過他很多次了 天天的瓶瓶瓶瓶 一個女孩子人家很容易熬殘 以前一個人就說 現在有人跟她 不會令人擔心 當然是我不好 去了唯一立這麼久 或許阿琴已經習慣了做事來解悶 其實我認為最不好的是你 給他這麼多事, 想做死我的姊妹嗎 老婆, 冤枉 我說過很多次請人幫他忙 可是你不知道阿琴的人了 他是天生工作狂 說得不聽, 他沒有法子 那倒是 阿琴真是天生牛命 叫他不做事一會兒就全身都不舒服 或許他以為沒有人可以依靠 不, 現在就有人依靠 其實阿琴辛苦了這麼多年 應該要在阿福做小奶奶 那倒是 不過阿琴跟阿菇 真的一模一樣 天生牛命 或許他要求勤力 以及而滿足的性格 想讓他找到你這個小少爺 親他來做補償 對了, 阿萊 將來你將來結婚 你一定要好好親他, 知道嗎 你放心吧, 我一定會對他很好 無論他要甚麼, 我也會滿足他的 那你更放心 因為阿琴沒甚麼要求, 很容易滿足 你知道嗎 他最餓的時候竟然想吃甚麼 魚翅, 是不是包餓 是叉燒包 說你也不相信 一個這麼容易滿足的人 真是世界上沒有多少個 謝謝... 有沒有叉燒包 這是西式餐廳, 沒有叉燒包 謝謝... 謝謝 我們走這邊 我也是 我還是要回廁所, 跟在手上 我去那邊, 再見 再見 還以為阿萊會去觀塘探阿琴 走那邊也不適合路 我想阿萊會買叉燒包給阿琴 大力, 阿琴跟他在一起 一定會很幸福 在一起 放在這裡 怎麼樣?阿婷姐 那個火車還沒到嗎 她打電話來說在塞車趕來 那怎樣?差不多了 白飯還沒吃 是呀 那這樣吧 你們先進飯 我待會去打你們回來 你怎麼搞的?你還沒說完 我餓到腳軟了 問都不問人知甚麼, 走得這麼快 如果現在熱騰騰的叉燒包吃就好了 叉燒包?阿賴, 為甚麼你會來 約了你喝茶, 你又不來 不然來這裡找你 你又會這麼聰明 你叫他買叉燒包餓人嗎 不是, 我剛才經過那間茶樓 看見婆婆買情經過 拼著她辛苦就買賣了 你要謝謝就謝謝她 你真的當我低調嗎? 這裡說得錯了 那些貨是四海的嗎? 是 為甚麼只有你一個在這裡? 他們都去吃飯 怎麼搞的?只剩下你一個搬貨嗎? 難怪容易說你了, 吃也不胖 你真是經常在吃虧的東西 不吃虧的哪一間茶樓才行 世間才留給我找 明天結婚了, 我不讓你工作了 我不會讓我老婆辛苦的 你搶一搶又搶了一輛船去哪裡 搶了去哪裡也好 總之以後永遠都在你身邊 我吃包了 我買給你吃的 公主有車來, 我搬貨了 搬甚麼貨?你吃包, 我幫你搬 你搶貨了 怎樣駐香港小巴 大馬小巴, 唯有阿納小巴 你也少錯了 最多是跟你坐香港小巴和電車 好 怎麼了?很累嗎? 不是 早就叫你不要拉我搬東西了 這不關事, 這幾晚想著歌詞 想到頭都爆了 總是沒有靈感, 不知道為什麼 別逼壓力刺激, 想一想就想到了 香港和我走之前有點不同 是嗎?可能你心情不動 看東西也不通 不如到站了 為甚麼還未到 你醒了嗎? 這麼快要天黑 哥哥, 我的小車已經跑了幾次了 是你女朋友,我為了你 任由你去睡,真是沒得受了 你別聽她胡說 我自己想遊車河而已 熬仔飯了,我上樓場搶雞飯 麻煩你停車 行得吃Boo Ever整個星期了 吃豆腐才行 走吧 花一山,令天氣翻彈給我 不行,康伯整晚霸佔著蜜蜜 我不用唱了 人家小氣卡拉OK嘛 你讓他再唱幾首吧 我那個小氣卡拉OK 你經常去嗎?你怎麼去 我心裡,你怎麼這麼小氣 你讓人唱幾首行不行 姐姐,你躺了一整晚 讓我幫你 你看看,玉姨這麼開心 有心情唱歌 我多騰幾下,有甚麼所謂 人家 你說有三伙評判 你怕老闆貴賓房享受,真棒 你看她是個壞樣子 難怪陪伯說她是個壞樣子 有了 算了,她是龍虎武師嘛 那你難道要求她思思文文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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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 我去廖子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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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唱得好嗎? 好, 唱得好, 唱得好 好, 唱得好 不在乎 不是, 麥克風也唱了 你看看蓉姨 今天晚上整晚的嘴巴還沒口 不知道了, 如果你好像蓉姨這樣 早上就要嫁女兒 你會像她一樣的 那我呢, 你幾時嫁 你好, 你幾時嫁 好, 今晚最開心的那個去了哪兒 去哪兒, 去哪兒 去哪兒, 去哪兒 老桌 蓉姨, 還有三炒糯米飯, 吃不吃 不, 我吃了麥克風很飽 飽了 幹甚麼?你真累, 你練一下 你知不知道 當時我起初結婚的時候 每一年冬天都要炒糯米飯 起初只有叉燒餅和家吃 吃了, 整整一下子女出生了 阿福, 大媽, 小媽 還有安仔 你知不知道那鍋糯米飯多大 大越炒就越多開心 阿琪 現在看見你笑得這麼開心 我和你媽媽都安心了 善姨, 我知道你們這家人對我很好 其實我的新人最幸運 就是認識你, 老闆 以及進了這個家 傻女 你這世人最幸運 就是可以回應媽媽 還有認識阿萊這麼好的男生 說真的 如果我不是去三多做事 怎麼會回應容媽媽 更加不可能認識阿萊 對, 總之我從沒有到有 都是你們帶給我的 你這麼說也對 不過你將來不會像我們這樣 熬一輩子 你一定有清福響 福我就不想響 我最希望一生一世都這麼開心 像善姨你們那樣 有兒子、有女兒, 整天都笑 我一定要的 但以前老了之後 善姨, 你就做了婆婆 我就做了你 到時候一家人 你疼我, 我疼你多好 一定會的 阿萊 你的心地這麼好 天一定看著你的 不過你有空就要練一下手臂力 因為那鍋糯米飯很大 要很大力才能炒得它動 只要有機會, 我願意一生一生 不斷炒一炒一炒下去 阿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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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好歌詞了 是嗎? 都是因為你 和你搶完小巴之後 馬上有靈感 騙人 我不是騙你 我寫歌給你的, 我給你聽 不過這樣, 有甚麼獎勵 這樣嗎?我獎勵你也煲仔飯 反正醬油我不知幾回味 這些東西我帶你吃也行 是真切好說的 那你想要甚麼獎勵 你猜到的 我怎麼知道 人家也不是來到裡面的蟲 和我一起 你聽完這首歌之後 如果你覺得好聽的話 你答應我, 以後也跟我一起 我現在給你聽了 我現在給你聽了 你不會講 你不會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